先知将近常驻 5.0纳塔角色设计图 终于有了 凭姥姥入池建模俱美 各位大佬新年好呀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4.5版本活动图 不过从大家目前的热情来看 似乎已经对4.5版本不感兴趣了 唯一期待的就是 开服前两天仆人例会 主要还是4.5一眼就知道是个无聊的版本 其实4.3 4.4也挺无聊的 而且封单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 大部分角色吸引力都不行 抛开强度 大多数看了没什么想抽的想法 去年有巴郡图才有话题 努力等一波那塔巴郡图吧 可能是目前千枝的强度非常拉胯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4.5千枝将近常驻的消息 不过 刚刚我们的老朋友甘迪舅舅也发文表示 大家可以放心 千枝不进常驻 说实话 千枝确实是最适合进常驻的角色 完美解决了常驻五星 没有延细和到期的问题 专五还能做强一点 变成绿工同款 UP一次绝版的阿贝多专五骗厨子抽 削弱本体强度 加强专五 这样阿贝多厨也高兴了 和提纳里一样依赖专五 大家都会下午气池 毕竟UP完绝版了 万众期待的5.0那塔角色终于有了好消息 根据外网内鬼的最新爆料 是一位身穿黑白制服的小男孩 不过比起那塔 更像是制东类型的角色设计 话说那塔不是原始部落吗 怎么最近各种爆料都一股十字军东征的风格 比起近期引热争议的两位仙人 大家倒不如把目光放在我们的老朋友 婷姥姥身上 根据多位舅舅的证实 婷姥姥将会在25年海灯节版本入池 暂定是位草戏长枪角色 既然是X5版本的角色 也必然是大世界能力很强的入池剑膜已经有了 比起黎月目前的黑丝皮裤 真是墙上不少 参考刘云 婷姥姥的剑膜也必然不会再有改动 还记得当时4.01系列字机爆料突出的时候 婷姥姥那页下面有人说是四星陪跑流云 有人说是五星 我当时还乐 四星必满命 总之 无论四星还是五星 我都希望早点出 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